欢迎收看本节目 是火箭队在本赛季的首场比赛 不过球队还是人员部长 有7人缺阵 包括两大星员沃尔和考兴斯 纷纷无援登场 压力来到了哈登身上 本场哈登也将进攻能力 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特别是加时赛最后15秒 哈登连续两个回合 在同一位置命中了两季三分 帮助火箭取得领先 不过在最后6.3秒 CJ命中3分 帮助开拓者准绝杀击败火箭 虽然输了球 但是哈登本场22投12中 3分13中6 拿到44分 17助攻4篮板 表现非常高效 在本场比赛后 哈登缔造多项记录 1.哈登已经44次 轰下40加两双 超越奥尼尔的43次 成为NBA和ABA合并后 砍下40加 历史第一多球员 2.哈登生涯4次砍下 至少40分15助攻 自1983年以来最多 其他球员最多两次 分别是詹姆斯 保罗 比尔 以赛亚托马斯 特雷扬 3.哈登职业生涯 对阵开拓者 第8次砍下40加 正式超越 贾巴尔和博德 成为对阵开拓者 得分40加最多次数的球员 4.本场 再度拿到40加 这是哈登 常规赛生涯 第99场40加 仅次于张伯伦271 乔丹173 科比122 还在历史第四加 现役球员第一 5.本场后 哈登生涯 至今常规赛得分 突破21000大关 达到21006分 排名NBA历史第36位 赛季首秀 就独造82分 哈登确实是NBA 独一档的得分抢手 火箭一直不愿意 放弃哈登的原因找到了 真的太强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